大家好,歡迎收看GTuber 今集,阿珠巴和大家去到馬灣 找一間隱世的土耳其咖啡會親手煮熱沙咖啡 想知道土耳其熱沙咖啡有什麼特別? 那就繼續看下去吧 在馬灣大街村北335號的 Coffee on the Sand 是一間土耳其主題咖啡 除了主打的土耳其咖啡之外 還有提供土耳其食物 可以親手煮熱沙咖啡 阿珠巴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一起來看看到底什麼是熱沙咖啡 土耳其咖啡的特點 就是將咖啡豆磨到超幼的粉 然後將咖啡粉和水倒去銅湖煮 不用完全熱了 見到有泡泡就已經可以了 這個是最簡單的煮法 既然要等它加熱 大家不妨訂閱分享和留言點讚 GTuber先 記得按鈴鐺 多謝 至於熱沙咖啡 就是用沙的熱力來回三四次來煮 令咖啡變結 等到咖啡插沉底 那就搞定了 一說到咖啡發源地 大家可能就會想起非洲 但其實將咖啡發陽光大的是中東 土耳其咖啡的煮法 其實就是中東的煮法 鐵沙咖啡味道 喝下去會有咖啡油的味道 口感會稠一點 喝完會有咖啡渣在杯底 還可以用來煎煮 土耳其人喝咖啡 多數都會配些糖滑餅來吃 他們就這樣一杯咖啡幾粒糖 就坐一天了 糖衣背後 撇開美麗包裝外層 讓你知道實際情況 讓你三思而後行 講完土耳其咖啡 就講一下這間咖啡 環境好好 打卡真是一流 至於服務方面 他們像街坊朋友那種態度 不可以用好不好來評價 只能說你喜不喜歡 嫁禍煮熱沙咖啡的哥哥仔 講解得很詳細 由土耳其咖啡的歷史 到土耳其人喝咖啡的文化 都講解得很清楚 至於價錢方面 我們叫了一個雪糕蝴蝶酥 一杯咖啡 再加一個自己做的熱沙咖啡 埋單要三百多元 確實是偏貴的 不過 香港少有嘛 收得貴 無可厚非的 靜靜雞講你們知 阿豬巴之前去土耳其 在當地喝一杯土耳其咖啡 其實兩三元港幣 當然 不可以這樣拿來給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何咖啡在全世界都這麼普遍 大部分的咖啡豆又不是罕有 但 為何價錢都是偏貴的呢 你可能會說 因為控陪等等的過程 比較需要時間和技術 所以便貴咖 阿豬巴就講個最關鍵的核心答案給你們知道 是因為全世界的咖啡豆產量 都被那兩三間公司壟斷了 那大家明白了 今集就到這裏 下集見 拜拜